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眼波 摩仙 摩利 第131章 烛孤青 夜色降临时 雨还在下 任务无声 尝盖大苍江畔 一只白鹤徐徐飞落 鹤儿 你就在此等候 一个身批性 黄道袍 眉眼清秀的少年翻身 从白鹤背上走下 正是通海王葛长林 传人葛谦 舒展了一下身影 少年倒是一个人 走在细雨绵密的夜色中 很快就来到了青鼎教场 好重的血腥气息 虽然被雨水冲散 可却弥散在了 这片天地的气息中 久久不散 葛谦观望了片刻 就悄然潜入青鼎教场内 他信不来到叫场中央位置 顿足观察起来 附近明显被清理过 那些碎裂的石板和血水都早已不在 可在隔千眼中 血丝看到了许多东西 虚久 他又抬眼看了看天穷 眉头不由紧锁 陈吟道 老家伙 上次在龟母岭时 你就说那苏裔不简单 如今看来 他果然是个极度危险的家伙 在前来清鼎教场时 他就已通过一位云河俊城的大人物 了解到今日发生在此地的事情 剑破云层 欲语是杀敌 这等手段绝不是一个具奇境 少年自身可以办到 但若是凭借外力的话 倒是没什么好奇怪的 葛谦的神魂中 一缕沙哑苍老的声音响起 比如一些由原道修饰炼制的秘符 就能轻易做到这一步 是吗 这么说 他背后极可能站着一位陆地神仙了 葛谦若有所思 作为吞海王的传人 他很清楚 在整个大洲境内 也只有一小撮人踏入原道之路 这一小撮人也被世俗武者称作是陆地神仙 不对 他一句寂静除其修为 却能让木仓图这等剑道宗师探服低头 能轻而一举将秦文渊杀死 这未免也太反常 葛谦这伟道 就是玉京城奉旗学宫的核心传人 全力拼命的话 或许勉强办到这一步 但不会像苏伊那般轻松了 难道说 他是大洲第一圣地乾隆建宗的传人 说到这 葛谦心中一凸 神色也变得凝重少许 乾隆建宗 这称得上是真正的修行势力 超脱于世俗之上 乾隆建宗算个屁 早跟你说过 什么大洲第一圣地 完全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修行势力罢了 神魂中那沙雅的声音道 葛谦冷笑 老家伙 口气别那么大 现在的你 遇到我师尊这等先天武宗时 就吓得屁都不敢坑 还有脸说乾隆建宗不堪 顿了顿 他继续道 别扯淡了 你且说说 这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 神魂中那沙雅的声音不满道 就你这态度 还希望让本座给予你指点 葛谦沉默片刻 道 你若不回答 我保证这次就是违背师尊命令 也不去见苏伊 这次他之所以前来云和郡城 内心也很无奈 因为上次苏伊拿走三颗火桃的事情 让得通海王葛昌龄颇有些气恼 勒令让葛谦前来调查苏伊的底细 于是乎 他也就只能不情不愿地来了 罢了 本座也懒得和你计较 沙雅声音冷哼一声 道 还记得本座跟你说的有关巨细境的修炼药诀吗 记得 和谦不假思索 玄吉他一阵 道 你是说 苏伊吉可能打通了一百零八灵窍 不错 沙雅声音感叹道 这世俗中的武者 修炼的都是残缺不堪的寻常功法 也根本不知道何谓脆窍成灵 哪怕修炼到了仰卢境 一身根基也早已存在诸多缺陷 又哪可能是这苏伊的对手 葛谦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道 老家伙 我记得你说过 这苍青大路上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能够掌握淬炼一百零八灵窍的功法 怎么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沙雅声音一阵沉默 道 所以本座才认为你需要去捡一件尺子 若真发生什么危险 本座哪可能见死不救 到时候把尺子抓起来 其身上的秘密不就真相大白了 说不准 我们还能瓜分一场造化 说到最后 声音又带上蛊惑和引诱 葛谦脸色一沉 态度坚决地摇了摇头 道 不行 我宁可狗活一世 也断不能沾这种危险 你知道的 我从来就胆小 行走时 都生怕踩到地上的蚂蚁 沙雅声音 这位老家伙是真气得快吐血了 他活了不知多少岁月 唯独没见过这般胆小谨慎的货色 别人是支持后勇 这小子是宁可羞耻狗着 都不愿去搏一搏 这他妈还羞个屁的大道 不知道修行之辈需要沙发果断 勇猛精进 葛谦可不管这些 他转身就走 匆匆离开青岭轿场 来到了大沧江畔 你这是打算干什么 沙雅声音忍不住道 回去见师尊 就说这苏语我惹不起 他老人家若感觉不爽 大可以亲自出手 反正我不去见他 葛谦不假思索道 神魂中的老家伙闻言 气得暴跳如雷 连见一面的勇气都没有 葛谦回答得理直气壮 当然 没有 老子早晚被你这松包气死 沙雅声音咆哮 怒不可 葛谦却不再理会他 自顾自欺上白鹤 腾空而去 不是我没勇气 是我很清楚 一旦见面了 你这老家伙定然会忍不住出手 到那时 你万一死了可怎么办 直指飞上云层中 葛谦轻声开口 沙雅声音一阵沉默 态度明显变了 透着欣慰 原来你是担心本作啊 葛谦微微一笑 他喜欢狗着 不喜欢威胁 有错吗 苏语 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你练成了一百零八零俏 我何尝不如此 你身上有秘密 我又何尝不如此 老家伙总说 我是这个时代的主角 可我清楚 他的话只能信一半 只希望 你我梦要成为敌人 否则 撕寸时 白鹤一亮起如刀般的双翅 破空而去 同样的夜色下 天元雪宫 一座山峰之巅的楼阁前 灵昭可在 一道轻柔轻月的声音响起 夜色中 走来一个身影绰约 一席素衣的女子 阑山灯影下 女子一头如雪长发 气质淡雅如水 容颜清美绝俗 十足的大美人 只是气质却极冷 师尊 您怎么来了 楼阁大门开启 闻灵昭走出来 清冷如冰的绝美容颜上 浮现一抹亚色 白发女子正是她的师尊 竹姑清 一位极富盛名的剑道宗师 一手烟霞见识 名震滚舟六郡 其本身更是天元学宫 九位长老之一 看着气质和容貌 揭刊成顶尖的文灵学 竹姑清眼神柔和 道 云郎山秘境要开启了 我帮你争取了一个名额 你好好准备 争取在一个月后 将修备垂炼到巨气境 大圆满地铺 这样的话 足可以在云郎山秘境中 谋取到更大的好处 文灵昭 梅雨间有喜色一闪即逝 旋即行礼道 多谢师尊 你我师徒 何须说这些见外话 竹姑清说到这 吃一片刻 才说到 总督府那边又来人了 说倘若你愿意 总督向天求会亲自出面 帮你解除身上的婚事 文灵昭一对待梅微微皱起 道师尊 他堂堂总督大人 总不会这般好心吧 我清楚 这定然是向明师兄的主意 他的心思我也知道 可我的事情 自当由我自己来解决 竹姑清点点头 沉边泛起一丝欣慰 道 知道我为何要收你为徒吗 因为你像急了年少时的我 从不愿让自己的命运 由他人操控 这很好 我支持你的决断 文灵昭正了正 内心也泛起阵阵涟 他深呼吸一口气 道 师尊 我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竹姑清想了想 又说道 过些天 我会前往云河俊城一趟 若是时间充裕 便去清河建福建一见你妹妹 只要她的资质 如你所说那般不俗 我会带着她一起返回天元学宫 这可太好了 文灵昭清谋明亮 清冷如冰的 玉蓉罕见的浮现 一抹欢喜之色 相信我妹妹 肯定不会让师尊失望的 对了 师尊要去云河俊城做什么 文灵昭好奇道 竹姑清没有隐瞒 直言道 和阴扇门的事情有关 据可靠消息说 阴扇门滚州分舵的三位护法 以前入云河俊城 不管他们是要图谋什么 似这等邪道之辈 自当杀之而后快 说到最后 他那一对心谋中 以范奇一抹凌冽杀鸡 整个人的气质 都变得如剑般射人 文灵昭清声道 那时尊可一定要小心一些 放心吧 此次行动除了我 还有其他几个同道一起 时任不早了 你早些休息吧 竹姑清说吧 就转身而去 直至目送他的身影消失 文灵昭才深呼吸一口气 红润的唇边 范奇一丝发自内心的笑意 妹妹若来 自己就有人作伴了 她转身走进房间 刚要修行 可莫名就想起了师尊说的 和解除婚约有关的那番话 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了 名义上的丈夫苏伊 心中顿时泛起一丝丝烦躁 前一阵子 她接到了老太君传来的信件 了解了一些苏伊在广陵城龙门大笔上的表现 虽也感到诧异和意外 可对如今的她而言 苏伊这点成就 根本算不上什么 修为恢复又如何 龙门大笔第一又怎样 我不喜欢的 就是不喜欢 谁也勉强不来 文灵昭心中难难 一对亲谋也一点点变得平静下来 清冷如雪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132章 俘获与共生死与同 卓安小区 苏先生 袁某子来 已是向您表达感激之情 而是寿城中诸多同道嘱托 带来一些宝物已做补偿 已是深夜 袁家之主 袁武通却带着袁洛西 袁洛于一起前来拜访 随行的还有书个台的两口巨大宝箱的护从 袁武通一身儒雅倜躺 一身书卷气息 面对苏义时 谦虚有礼 谈吐不俗 令人如沐春风 苏义不以为然道 我当初就你女儿 也是举手之劳 无需这般客气 说着 请袁武通等人一一在庭院中入座 这些补偿又是何意 苏义一直那两口宝箱问道 袁武通笑着说道 今日发生在清顶教场的事情结束后 城中许多宗族或许是心中有所亏欠 于是各自拿出了一些珍宝 袭击苏先生默要和他们计较 苏义吾了一声 不禁笑起来 道 看来 杀鸡井猴的效果不错嘛 眼见苏义发笑 众人也都笑起来 最初袁洛西还担心 父亲贸然来访 会惹得苏义不快 可现在看来明显是多余了 袁武通从袖中取出一张纸 递给苏义 这是向苏先生献礼的宗族名单 还请过目 苏义拿在手中一看 不由意外 名单很长 除了郡守府 张氏这两大顶尖势力 竟还有清河建府 钱家 霍家 柳家等等大小宗族 就见上边一一写道 张氏一族 三品灵药一株 二品灵药十株 一品灵药一百株 一介灵石三百科 二介灵石十科 灵财三十种 清河建府 三品灵药一株 二品灵药 那些个宝物清单 密密麻麻 包罗灵药 灵石 灵财之物 琳琅满目 从名单中 也可以看出云和郡城 顶尖势力和一般势力的差距 比如三品灵药 就是一般宗族 也拿不出的西汉宝贝 就是二品灵药和二介灵石 在数量上 一般宗族 比之那些顶尖势力 也逊色不少 当然 苏一兹不会在意这些 原本他就没打算 得到什么好处 眼下能获得这等道歉不偿 遗憾意外 原本 我真知举起静候 寻常的一品灵药 已经用不上 而身上的二品灵药 也消耗殆尽 如今有了这些宝物 倒也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苏一按道 何止是灵药 他身上的灵财 也都已快要消耗殆尽 可以说 若非元武通今晚 带来这些来自城中 各大势力的补偿 他都不得不去考虑 该如何赚钱了 苏一很快就收起了名单 道 有劳元家主转告他们 我无意去和谁在计较 除非谁在惹到我头上 原武通含笑点头 有苏先生这番话 相信那些个同道 总该放心了 说到这 他哭得起身 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玉盒 双手承上 道 苏先生 这是我元家的一点心意 还望您笑呢 元洛西和元洛宇 也连忙起身 苏一眉头微皱 有些不悦道 我和你女儿也算有点交情 为何还要拿这些外物出来 莫非在原家主眼中 我苏某人就是贪财之辈 话语都有些冷淡 元洛西俏脸微变 刚要开口 元武通已连忙解释道 苏先生落误会 今日之事 我原家没有帮到任何忙 可因为和苏先生的关系 却让我元家的势力上了一个新台阶 就是张之言这老二与我交谈时 也礼上三分 不感不敬 元某清楚 这皆是拜先生的威名所赐 故而才会拿出这点小礼物 聊标我元家的感激之情 说吧 功身见礼 苏一见词 又看了看满脸忐忑的元洛西 最终点了点头 道 你的心思 我大致已明白 但有些话必须说清楚了 还请苏先生指点 元武通肃然道 苏一神色平淡道 我认可元家这份情义 但你们以后不得打着我苏一的旗号的形式 这是自然 元武通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苏一端起茶水清出了一口 这才道 元家主可要想清楚了 和我沾上关系 就意味着以后 也会受到我身上的事情牵累 元武通神色愈发装束 道 我已想明白 我元家上下 愿和先生俘火与共 生死于通 苏一将茶杯放下 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元武通暗松一口气 将月盒小心放在苏一身旁的石桌上 月盒巴掌大小 可其中却是一株四品灵药 价值之大 远不是多少三品灵药可比 元武通自信 当苏一看的玉盒中的灵药 定会明白他们元家的心意有多诚挚 又聊了片刻 元武通他们便告辞离开 走在回家的路上 元洛西担忧事得说道 父亲 苏先生的性情就是这样 您心里没有生气吧 元武通禁不住笑起来 道 我高兴还来不及 那可能会生气 你呀 年龄还太小 不懂这次交谈的意义 元洛西疑惑道 父亲 可否明示 六殿何等尊贵特殊人物 可他也只能给苏先生收拾残局 通过这件事 你们就该清楚 我们元家和苏先生结下情意 是何等了不得的一桩姓氏 元武通 蒙光如汪洋般深沉 悠然道 我有预感 以后的苏先生 必将拥有影响 整个大洲的滔天威势 苏先生越强大 对我们元家的帮助也就越大 元洛西恍然识地说道 这就叫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吧 小西 你怎能把我们视作鸡犬 元洛宇不满道 哈哈 话操理不操 小西说得并不错 元武通赏朗大笑 元洛宇不禁道 可若苏先生遭遇一些危险 必也会牵累到我们 父亲你就不担心吗 这就叫俯活与共 生死与通 这是上市 哪有指振便宜 不付出代价的道理 元武通深呼吸一口气 道 总之 现在我们元家已经站在了苏先生这条大船上 是乘风破浪 还是周辰人亡 就看以后了 不谋全居者 不足以谋一遇 不谋万事者 不足以谋一时 卓安小区 苏哥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整理好了 黄千俊一直递上分门别类的各种宝物 道 三品灵药七株 二品灵药七十九株 一品灵药四百三十株 一品灵药五百四十颗 二品灵药五十五颗 各色灵财加起来 足有六十四种 他两眼冒光 很亢奋 须知 在他们皇家全部家底加在一起 都不够眼前这些宝物的一程 一品灵石和一品灵药拿走 你和风师弟分了 其他宝物送我房间 苏义说着 一气身在庭院中演练起松核断体树 神色田径专注 一丝不苟 黄千俊呆呆地立在那 须久 他猛地深呼吸一口气 按那些内心那儿置不住的感动和暖意 默默开始收拾地上的宝物 演练完松核断体树后 当苏义返回房间 那些宝物都已摆放在那 苏义袖袍一挥 就将这些宝物收入墨浴配内 想了想 苏义胡得出声 清婉 养魂胡内 一缕白烟涌现 紧跟着一席血色群长 清理呆憨的少女清婉凭空浮现 她微微一扶 眨巴着大大的眼睛 怯声声道 婉儿见过仙师 不知仙师有何吩咐 苏义上下打量着清婉 目光挑剔地像个健保师士德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清婉被看得浑身不自在 想躲开又不敢 只能低着琴手 都快埋到苏兄上了 睫毛微微颤抖 清理雪白的小脸 都有火烧式的滚烫之感 而在苏义眼中 清婉如今的变化很大 她那娇俏的魂体凝视起来 肤色如杨之玉士德盈润剔透 那一张略显婴儿肥的清理小脸上 一对丹凤眼妩媚漂亮 顾盼流转之间 带着一丝丝天然的魅惑 清理又妩媚 呆蒙又娇俏 那种独特的美 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惊艳冲击 半想 苏义才收回目光 点头道 原来你已经蜕变为鬼魅了 还算不错 阴魂是最低等的鬼物 在网上便是鬼魅 到了这等地步 魂体凝视 外表来看已经和常人为多少区别 以前的清晚 小脸惨白透明 身影虚幻飘渺 任谁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个非人存在 可现在 一般的凡夫俗子定然认不出来 而蜕变成鬼魅 也让清晚焕发出一股别样的魅惑 可惜 这些魅惑在苏义眼中 还谈不上勾魂 记得前世时 曾有一个出身清秋糊足的绝世妖女 其魅惑之大 就是心如磐石的佛门大能都吃不消 这绝世妖女也曾自荐枕息 妄图勾引当时全心修建的苏义 结果被苏义一剑劈掉了九条尾巴 吓得仓皇而逃 后来这妖女美到一地 比大四宣扬 咒骂玄军建筑不是男人 是修到路上的第一人渣 该当被天下女子唾弃 这在当时的大荒世界 还成了一个笑谈 当然 清晚的潜力之大 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比的 恩 这也正是苏义会选择清晚为双修 卢顶的众多原因之一 先是放心 婉儿在修行上从不敢懈怠的 清晚声音软弱甜润 物资低着头 盯着自己那一对 精英如玉的脚丫 不敢去和苏义对视 苏义点了点头 随手一翻 拿出了一些适合 鬼物修炼的二品灵药 拿去吧 好好修炼 清晚呆了呆 连忙接过来 道 多谢先师 声音明显已带上 一丝开心和亲近之意 苏义笑起来 清晚变化的确不小 忽地 苏义想起一件事 当年恩怨已了 淫患已出 也该去见一件灵血之丫头了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眼波 摩仙 摩力 第一百三十三章 你的模样很能打 一日清晨 冯小然 忽地发现 往常修炼 洗漱 吃饭之后 就会返回房间 继续修炼的苏义 今日却破天荒地要出门 苏义哥哥 你这是要去做什么 他忍不住脆声问道 冯小峰和黄乾峻心中也疑惑 偷得浮生半日闲 去见一个人 苏义笑着揉了揉风小然的脑袋 我 冯小然点头 苏哥 可需要乘坐马车 黄乾峻忍不住问 不必 你们各做各式便可 苏义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 其身影已失失然走出了庭院 苏师兄今天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冯小峰有点意外 他拄着一根木杖 经过每天以灵药滋养 他的双腿如今已勉强可以行走 肯定是去见好朋友了 冯小然认真道 好朋友 黄乾峻名思苦想许久 呼得想起一个人 文灵学 清河见府 占地上千亩 亭楼电雨沉沉叠叠 临刺之笔 蔚为壮观 某种意义上而言 清河见府已称得上是 云和郡十九成年轻一代 心中的修行圣地 晨曦柔和 清河见府的门庭前 许多少年少女进进出出 身上散发着蓬勃朝气 大都十六七岁 正是人生最美好的韶华 苏义覆手于背 当看到那熟悉的门庭 脑海中不禁浮现起过往许多回忆 十岁那年 他孤苦一人 跋山涉水而来 拜入清河见府修行 那三年里的辛酸苦辣 此刻再想起来 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咦 这是哪位师兄 模样长得好俊秀 须 矜持些 不远处 当看到苏义时 一些女孩子毛子一亮 窃窃私语起来 不得不承认 苏义这腹皮囊 还是很出众的 身影云衬齐长 面旁清俊白皙 再加上身上那独有的 淡然出尘的气质 对一些涉事卫生的少女而言 格外有吸引力 矜持什么 长得好看的师兄 都快要被抢光了 再不出手 汤都喝不到一口 一个化肠妙龄少女 一挺胸膛 主动走上前 大大方方道 这位师兄 我叫田瑶 能不能认识一下 少女性眼陶塞 细摇长腿 美眸顾盼时 带着一丝妖娆 撩人的味道 苏义摇头道 我早已不是清和剑府弟子 认不认识都已不重要 说着 意外不朝清和剑府那行去 田瑶一呆 自己这是被拒绝了 远处传来不少同伴的笑声 让他俏脸微僵 他虽性情似火 开朗大方 可寻常时候可根本不屑于和那些个不堪入眼的同门男子结交 现在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让他眼镜一亮的 谁曾想 却竟被人给云淡风轻的剧了 喂 你给我站住 也是是自尊心作祟 也许是不服气 田瑶一咬背齿 转身就追了过去 和苏义记忆中一样 清和剑府内那些临次之彼的建筑 亭楼 场地 风景并没有多少变化 以灵雪的天赋 再加上我传授他的如今足可以轻松在清和剑府内门中占据一席之地 苏义信不朝内门所在的区域行去 喂 田瑶追了上来 气鼓鼓道 你这家伙也太没礼貌了吧 害得我在朋友面前丢脸 玄机 他又奄然一笑 不过 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 就原谅你了 说说吧 你叫什么名字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苏义不经一正 笑道 吃饭就不必了 帮我一个小忙怎样 田瑶笑嘻嘻道 你说呗 能帮的我一定帮 但你也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苏义点了点头 道 闻灵雪在哪里 闻灵雪 田瑶神色一致 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又是为他来的 苏义挑眉道 什么意思 田瑶撇嘴道 你不知道吗 自从闻雪师姐进入清和剑府 俨然成了公认的第一美人 不只是同门那些师兄师弟对他倾心 连云和郡城中那些世家子弟都慕名而来 说到最后 语气都泛起一丝艳羡和嫉妒 苏义想了想 点头道 以他的财情和风资 的确很容易引来狂风浪蝶的追逐 很正常 你不也和那些狂风浪蝶一样 田瑶哼了一声 不一样 苏义摇头 对了 你还没说他在哪呢 田瑶气恼道 我在追你 你却再问别的女人 真不知道这就和心头插刀没什么区别 那算了 苏义静止迈步离开 田瑶就这样走了 走了 他气得苏兄一阵起伏 恨不得咬苏义一口 可下一刻 鬼市身差的田瑶又追了上去 气呼呼道 那我可要看看 你有什么不一样 走吧 跟我来 苏义微微一笑 相反 所谓美人 当一沉一喜 娇羞是如海棠低头 是一种美 陈怒是如荷花摇枝 又是一番别要风情 作为男人 唯一要做的就是欣赏 路上 田瑶叽叽喳喳说道 我不怕告诉你 追逐灵雪师姐的青年才俊和世家子弟不知凡击 出身轻贵之辈更数不胜数 可知己能掳获灵雪师姐芳心的 没有一个 苏义当时笑起来 道 他的眼光就该这么高 这世俗之辈 岂能配上他 田瑶只觉胸口发毒 他本意是劝苏义赶紧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曾想 这家伙却竟不吃这一套 你觉得你能行 田瑶忍不住道 谁说我要追他了 苏义哭笑不得 田瑶吃得笑起来 道 别骗我了 在这种事上 男人几乎都是口是心非 你这么说 无非是担心碰壁的时候太难堪 先给自己找个借口罢了 苏义当时不吭声了 和女人辩解 只会越抹越黑 在这方面 他可是经验丰富之极 果然 见苏义不作声 田瑶如若获胜般 得意洋洋道 被我说中了吧 对了 你还没说你的名字呢 苏义随口爆出自己名字 苏义 田瑶震了一下 呼地想起什么 美眸睁大 该不会你就是那个修为尽师的 苏义吧 苏义点头道 不错 他心中则不免有些疑惑 昨天在青鼎教场 扶主木仓图败在自己手中 这件事被掩盖下去 倒也好理解 可周怀秋他们都已返回青河剑府 就没说起自己修为恢复 拿下宗门大笔第一的事情 也对 周怀秋他们那天在风源寨遭受那等大的打击 怕是根本不敢再提起和我有关的事情 苏义隐约有些明白了 换而言之 如今的青河剑府中 除了那些大人物们 其他人怕是还根本不清楚自己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原来是你 田瑶四有些失落 玄其就柔声安慰苏义 苏师兄 我也听说过你的遭遇 不过你放心 我不介意你是否拥有修为的 你要记住 长得好看也是一种本钱 大多数人想靠脸吃饭还不行呢 说着 他拍了拍苏义肩膀 以示鼓励 你的模样就很能打 起码让我一眼就喜欢上了 苏义 他呼的想起 当初林雪曾开玩笑说 之所以对自己那般好 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 他 该不会也只在乎自己的外表吧 这可就有点肤浅了 找个机会得让他知道 除了外表 他姐夫其他方面 也不是这世俗男子可比的 正子交谈 呼的响起一阵热烈的喝彩声 从远处传来 就见远处是一个广阔的演舞场 此刻那里人头攒动 人山人海 声势极壮观 演舞场中 一抹青春亮丽的绰约身影俏里 吸引着场中大多数少年的目光 他发迹高板 眉如翠雨 肌如白雪 腰如树素 齿如寒背 穿着一袭浅蓝色群长 亭亭玉立 细微柔和的天光洒在他身上 灵秀明媚 直似从画中走出来般 武师兄 尝让了 演舞场中 少女微微拱手 灵雪师妹舞到愈发厉害了 能败在你手中 也是我的荣幸 对面 一个金袍少年洒然一笑 眼神看向对面的少女时 神情款款 行了 赶紧走吧 别以为败给灵雪师姐 就能拉近关系了 嘿 你哪里是来切磋的 分明是像打灵雪师姐主义 太无耻了吧 场中响起一阵起哄声 那金袍少年神色发僵 狼狈而去 这一幕 让许多少女都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却又无可奈何 自打文灵雪 来到清河建府之后 无论谁想去追求他 必会被视作公敌 其人气之高 可见一般 远远的 当看到这样一幕时 苏义春边 不由泛起一抹笑意 遥想当初在广陵城 松云雪府时 文灵雪就已经是公认的 第一美人了 没曾想 到了这清河建府 也同样如此 看到了吧 灵雪师姐的人气有多高 你若是去追求 怕是刚一接近 就会被无数人视作仇敌 所以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省得被别人笑话 自取其辱 旁边的田窑嘀咕道 目光看向演舞场中 那个绝带风姿的少女时 也不由泛起一丝眼线 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色意 除非对自己容貌足够自信 否则 哪个女孩子会愿意和文灵雪 一比高低呢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34章 银雪山庄 文灵雪离开了 演舞场的人群很快陆续散去 灵雪 你也太厉害了 你才刚进入内院多久 就已经是斑血镜炼谷层次的修为 让我们这些师兄师姐都快要抬不起头了 一个身影苗条的少女笑嘻嘻陪伴在文灵雪身边 她妆容精致 姿容也称得上初衷 可是和文灵雪相比 不免逊色了一筹 文灵雪浅浅一笑 梦露师姐谬赞了 心中却想着 我修炼的是姐夫所传授的妙法 若再静静不快 以后哪还有脸去见姐夫 两位师妹 要不要去阴雪山庄散散心 半路上 一个嘴角亲着微笑的军美青年发出邀请 笑容和煦 彬彬有礼 被叫做梦露的苗条少女 眼眸一亮 雀跃道 灵雪 咱们一起去吧 银雪山庄可是云河俊城一等一的好地方 据说只有最上流的清贵人物才有资格出入其中 她很期待 这 文灵雪有些迟疑 她打算回去修炼的 走吧走吧 就当陪我了 梦露撒娇式地揽住文灵雪的胳膊 俊美青年也笑道 文雪师妹 这次不止我们三人还有其他一些师兄师姐 你就当是咱们同门之间的聚会便可 好吧 文灵雪想到那么多同门也在 不好推辞就答应了 俊美青年顿师松了口气般 笑着在前边带路 则 无愧是严家的大少爷竟邀请到了灵雪师姐 远远的 当看到这一幕 田瑶子则感慨起来 眼见苏义不吭声 还以为她不知道那去美青年的身份 田瑶飞快道 颜玉峰 颜家之主的张子 内门排名第五的青年采俊 班雪净大圆满存在 据说她父亲已经为她铺好路 半年后就会前往赤林军历练修行 正说着呢 田瑶呼得正住 诧异道 灵雪师姐怎能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远处 闻灵雪美眸发亮 灵秀明媚的脸上浮现出惊喜之色 她近乎是小跑式的朝这边本来 梦露和那俊美青年也是一愣 什么情况 姐夫 你怎么来了 少女发迹高板 身影靓丽 声音清润甜美 美眸中难掩喜悦 苏一笑道 不欢迎吗 少女笑容灿烂 如雨后花蕾似的清新 道 我哪敢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害得我刚才差点以为看错了 苏一雅然 抬手揉了揉少女的脑袋 道 只要我没认错你就好了 你 你是灵雪师姐的姐夫 看着举止亲密的两人 天瑶美眸瞪大 有点猛 远处的俊美青年瞳孔猛的一缩 似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敌 自从文灵雪进入清河剑府 她还从未见过她有这副模样 那惊喜雀跃的神态 毫不掩饰的开心 以及偶尔看向苏一时 那眼神中的明亮光泽 都是她以前从没有在任何男子面前流露过的 文灵雪美眸一扫田窑 好奇道 姐夫 你是和田瑶师妹一起来的 所以下意识纠正道 你这位师妹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第一次见面就帮我带路 否则 我怕是还找不到这里 田瑶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姐是这么清楚干嘛 还担心被灵雪误会吗 再说了 你可是灵雪师姐的姐夫 若再打她的主意 那就是禽兽 文灵雪翘脸一红 睫毛未颤 最道 田瑶师妹 你可不许胡说 苏一却坦然自若 脸不红气不喘 道 你一个小丫头懂什么 行了 没你的事了 快走吧 田瑶却固执地抬起琴手 恶狠狠道 你这家伙太无情了 亏我一眼就相中了你 你却要撵我走 我告诉你 我偏偏就不走了 文灵雪一呆 惊讶到 你看上了我姐夫 田瑶点头 大大方方道 你不觉得她长得很有味道吗 我就喜欢这种男人 文灵雪嘮嘮嘮一声 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她都没想到 田瑶会这般大胆和直接 女孩子不是应该矜持一些吗 灵雪 你可从没说过 苏伊是你姐夫的 不远处 梦露走过来 文灵雪和苏伊那亲密的举止 让她有些吃味 感觉自己像个外人 突然被排斥出去了 她目光扫视着苏伊道 苏伊 你去年是被驱逐出剑府 咱地又回来了 不怕被当年那些同门看到 再来欺负你吗 话语隐隐透着急访 作为清和剑府内门弟子 她拿回不认的苏伊 甚至还听说过当年苏伊 被欺负的许多事情 梦露师姐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文灵雪嘮眉微醋 有些不悦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梦瑶连忙道歉 苏伊师弟 好久不见了 这时候 俊美青年严玉峰走来 微笑开口 苏伊淡淡地点了点头 她认得对方 当年在清和剑府外门时 对方已经是 那门中的厉害人物 不过 梦指间并无交集 苏伊师弟 我们正打算前往 银雪山庄聚会 你要不也一起吧 严玉峰笑着邀请 她一眼就看出来 若不邀请苏伊前往 文灵雪怕是 也不可能再跟着前往了 可文灵雪却有些为难 她清楚自己那些同门 都是什么性子 要么是自诩 非凡的宗族子弟 要么就是眼高于鼎的 贵胄公子 除非你是和他们 同一个层次的 否则他们永远不会 把你真正放在眼中 也好 苏伊点了点头 她今日本就是来找 文灵雪的 至于去哪里 倒也无所谓 文灵雪挣了一下 也点了点头 笑道 那就一起前往好了 她内心也有许多疑惑 比如姐夫怎么会来了 云河郡城 她如今修为恢复到 何等地步了 也不怪她心存疑惑 自当初离开广陵城 一直到现在 她就没有再收到 苏伊的消息 甚至都不知道 苏伊在龙门大笔上 夺得第一名的事情 我能不能一起去 听摇呼地问道 当然可以 严玉峰笑着答应 当即一行人朝清和剑府外行去 一路上 因为文灵雪的存在 吸引了不知多少目光的注意 一路上 梦露和严玉峰也在不着痕迹地打量苏伊 可惜 随意气息淡然寻常 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 很快 他们就懒得再关注了 一个修为近视的废人而已 早和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若不是文灵雪 他们怕是都不会跟苏伊多说一句话 清和剑府外 早有不少人等候在那 当看到严玉峰 文灵雪出现 皆纷纷笑着打招呼 苏伊目光扫过去 发现大多都能认识 都是在清和剑府修行的宗祖子弟 而当这些人认出苏伊时 也都有些发愣 不过得知他是文灵雪的姐夫时 隐约都明白了过来 唯独其中一人看到苏伊时 最为不自在 脸色都变得僵硬起来 这人是陈金龙 苏伊第一次在风源摘焰饮时 陈金龙曾率领众人去找麻烦 结果被镇压跪地 差点就丢掉性命 此刻再见到苏伊 哪会不惊 不过 当注意到苏伊没有搭理自己时 陈金龙暗松一口气的同时 心中却在破口大骂 严玉峰这混账 怎的把这些星给带来了 严少 听说今日查景姑娘会在银雪山庄献议 这机会可宝贵得很 咱们赶紧过去吧 一名青年青孝道 此话已出 许多人目光已亮 查景 苏伊若有措思 银雪山庄 云河郡城中足以和风源斋齐名的一个萧金窟 这里占地数十亩 亭台楼械 亭院错落 还有湖泊廊桥 驱水渔塘等风景 清雅别致 深受城中大人物的喜欢 当严玉峰带着一群人抵达时 门口早有一个中年馆是等候在那 皇叔 怎劳您大家亲自等候 看到这中年 严玉峰吃了一惊 连忙上前问候 严少是我家少爷的朋友 前来迎接也是应该的 中年馆是淡然点了点头 直接无视了严玉峰身边的其他人 道 你们跟我来吧 其他人似乎也知道这皇叔的身份 一个个都收敛了身上气焰 紧随其后 进入银雪山庄 众人借眼前一亮 就见沿途景之间 明显出自大家手笔 无论是亭台水线 甲山流水 皆大有讲究 处处都是清贵雅致的气息 这就是银雪山庄 我也是第一次来 早听说此地不凡 没想到静这般漂亮 文灵雪一直跟在苏宜身边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苏宜眼神淡然道 一些风水上的雕虫小鸡罢了 看似清雅 却摆脱不了世俗降气 正自交谈 他们已被带到一座庭院雅间中 宣窗敞开 外边是一座浴室搭建的高台 此时正有乐师在演奏 一群舞鸡在高台上起舞 偏先曼妙 诸位再次厌饮便可 有什么需要 吩咐使者便是 皇叔淡淡地叮嘱了一番 就转身而去 严玉峰等人分宾煮落座 边吃边喝 谈笑风生 气氛很快就热闹起来 只是 极少人理会苏宜 更多是在和文灵雪 梦露 田窑这些女子攀谈 苏宜哪会在意这些冷落了 自顾自饮酒 偶尔和文灵雪交谈一番 宜然自得 在座最难受的就是陈金龙了 她和苏宜坐在正对面 都不敢抬头去和苏宜目光对视 简直是如坐针毡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第135章 敬酒和耳光 姐夫 你修为真的恢复了 宴席上 文灵雪敲声问道 恩 苏宜点头 我已是聚气镜初期修为 文灵雪轻眸争大 吃惊道 真的 这才一个月末见面吧 姐夫非但修为恢复 还都迈入聚气镜了 我就知道姐夫非寻常可比 旋即 文灵雪就笑起来 轻眸亮晶晶的 带着惊叹和推崇 你这话倒是说得不错 苏宜也笑了 正字交谈 呼的一个滑袍青年压低声音 一脸神秘道 各位是否听说昨天 发生在清顶教场的那件 捅破天的大事情 清顶教场发生了什么 不少人好奇 严玉峰 某子微眉 淡然道 我倒是听我家老爷子提到一嘴 说昨天是好 郡守秦文院和妻子秦风 得罪了某位了不得的大人物 惨死在了清顶教场 顿时 满座皆经 连文灵雪都露出倾听之色 严师兄 那位大人物是谁 您给我们透露点吧 梦露撒娇式地说道 对啊 严少 这个消息可太吓人了 你不说的话 我们可都完全不知情 另一个少女也赶紧道 眼见把众人目光吸引在自己身上 严玉峰这才微笑摇头道 不瞒各位 此事牵扯极大 连我家老爷子也只能守口如瓶 不敢吐露丝毫 但有些事情 我倒是可以跟大家说说 众人的好奇心都被勾起来 唯独苏义眼神一样 把扮着手中酒杯 据说昨日的清顶教场 四大顶尖势力的大人物们齐聚 连咱们清和建福福主也亲自前往 可究竟是要做什么事情 却无人知道 严玉峰轻声道 我家老爷子只说 那位了不得的大人物极其年轻 和我们的年龄相仿 只死折仙凌晨 拥有不可思议的通天手段 和我们一样年轻 众人都呆住了 满脸不可思议 不错 我也听说 那位大人物身份极为特殊 秦文渊大人有多厉害 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可那位大人物杀死秦文渊大人后 在场却没人敢泄露这件事 那滑袍青年连连点头 另一人低声道 我还听说 咱们佛主都败给了那位年轻的大人物 也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这 连文灵雪都有些忙 那般年轻的一个人 怎会如此可怕 吴吴 我要是能认识这样的年轻大佬就好了 天瑶的眼中露出向往痴迷之色 不只是他 其他人无不动容 悠然神亡 姐夫 你说这样的家伙还是人吗 文灵雪低声在苏伊耳畔嘀咕了一句 苏伊 他唇角不易察觉地抽出了一下 道别听他们以鹅传鹅 事情没那么夸张 这句话一出 却引起了严玉峰等人一阵不满 你一个修为尽失的废人瞎说什么呢 苏伊 什么叫以鹅传鹅 难道你也知道 昨天发生在青鼎教场的事情不成 那滑袍青年不月道 是啊 你来给大家说说 什么叫以鹅传鹅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严玉峰见词 心中微微一笑 眼神玩味 打算看热闹 他早察觉到 文灵雪一直在和苏伊窃窃私语 那亲密的模样 早让他心中很不爽 陈金龙见词 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顾不得其他 连忙道 各位 依我看还是算了 咱们难得聚在一起 闹得不愉快可不好 什么叫闹得不愉快 梦露美好气道 我们只是想听一听苏伊的高见而已 再说了 以我们的身份 岂可能会和他这样一个废 计较 他及时收口 否则差点就把废部二字说出来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眼见这一幕 陈金龙七的差点吐血 老子明明是在帮你们好吗 一群蠢货 若让你们见识到黏云桥 严成荣是怎么死的 怕是非归在苏伊面前求饶不可 陈金龙也懒得再多说 良言难劝该死鬼 慈悲不肚自觉人 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闻灵雪眉头促起 也有些生气了 见此 严玉峰孤不得看热闹 连忙道 行了 大家都消停消停 众人这才罢休 可看向苏伊的目光 都已带上不屑 一个废人 若不是有闻灵雪在 哪有资格和他们坐在一起 如今竟还敢大放厥子 真是自取其辱 姐夫 你没有生气吧 闻灵雪轻声问 苏伊笑着摇头 道 这次看在他们 是你同窗的面子上 便不计较了 闹得不愉快 让你也会心情不好的 闻灵雪一呆 旋即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一侧的天摇却有些失望 修为废德不算什么 可身为一个男人 面对这等质问 怎能一点骨气都没有 遭受如此羞辱 竟还大言不惭说 看在闻灵雪的面子上 不愿计较 这借口未免也太可笑了 看来 没有修为的男人 就是长得再好看 也是草包一个 天摇暗叹 心中不自觉地疏远了和苏义的距离 他喜欢美男子 却不喜欢金玉其外败去其内的美男子 哈哈 而听到苏义那番话 众人都不禁哄笑起来 连言语风都一阵无语 都到这等时候了 你还这般大言不惭 简直是欠收拾 陈金龙则脸色变幻 呼得迫切想提前走人 这他妈再想上次那般吃顿饭而已 就被迁累地跪在那 那可就太冤了 闻灵雪翘脸浮现一抹冷色 有些恼怒了 就在此时 雅间大门被推开 那个皇叔神色恭敬地 跟在一名玉袍青年身后走了进来 笑着开口 各位 我家公子来给大家敬酒了 看到这玉袍青年 严玉逢他们皆慌忙起身 神色间都戴上一抹公顺敬畏之色 张少静亲自来了 着实让我等受宠若惊 闫玉逢笑着开口 直觉脸上有光 毕竟 依对方的身份亲自来敬酒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其他人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 看向闫玉逢的目光 都戴上一抹钦佩之色 我听说 你们清和剑府的第一美人今日驾临吟雪山庄 故而特意来一见 玉袍青年笑容和煦 刚说到这 他目光一顿 看向背对着自己坐在那的一道身影 严玉逢也察觉到了这一幕 脸色灯石一尘 何吃倒 苏义 没看到张少来了吗 快起身见礼 其他人也都纷纷露出不悦之色 什么叫烂泥扶不上墙 这就是了一点礼数都不懂 苏义勿自坐在那 道 哇 你确定要我起身见礼 玉袍青年脸色发僵 端着酒杯的手指都哆嗦了一下 只觉一股寒意从脊椎骨质冲上天灵盖 浑身如坠冰枯 怎么 怎么这家伙竟也在这里 却见那黄叔脸色一沉 冷冷开口 放肆 你是何人 竟敢和我家少爷这般说话 简直是 啪 这时 玉袍青年猛的一巴掌甩在了黄叔脸上 少爷 黄叔口鼻躺血 傻眼了 捂着脸 不知所措 老子就没见过像你这般蠢的老狗 还不快给苏苏公子道歉 玉袍青年怒骂 他心中如惊涛般翻滚 双膝发软 怎会忘了 就在昨天的青鼎教场 苏义是如何剑败木仓徒 横扫仲家千军 磨杀秦文渊父子的 他又怎会忘了 自己父亲是如何低头道歉的 连他自己都只能跪在冰冷的泥泞地上低头 只是 他却没想到 才时隔一天 竟又见到了对方 这玉袍青年 自然是张远兴 张是族长之子 苏公子 这老狗有眼无珠 出言不逊 还望您见谅 打完之后 张远兴连忙道歉 额头直冒冷汗 在座众人都懵了 看着张远兴都这般卑躬屈膝 他们一个个都撑露结舌 瞎巴差点掉下来 什么情况 他苏一个修为尽尸的废人而已 你堂堂张是之主的嫡子 是与这般道歉吗 也有人察觉到不对劲 一个个脸色微变 而陈金龙则倒习凉气 果然 老子就知道会这样 连瑶爷一头雾水 只觉像做梦般 他自然认得张远兴 在云河郡城的世家子弟中 张远兴绝对是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波贵宙子弟 在座的严玉峰等人加在一起 都要远逊一筹 可现在 就是这样尊贵的人物 却主动跟苏伊道歉 谁能一时接受得了 就是文灵血都挣了一下 姐夫他身上究竟藏着多少秘密 苏伊物字坐在那 背对张远兴 随口道 你可以敬酒了 张远兴顿时如是重负般 意识到苏伊不会再计较 刚才那点小摩擦了 他连忙拿起酒壶 走上前 亲自给苏伊蒸了一杯 陪笑道 我先自罚三杯 以表内心歉意 苏公子请慢用 说着 在一众错吃惊的目光注视下 张远兴连饮三杯酒 那小心翼翼的低姿态 简直像犯了大错的孩子面对长辈般 这一下 所有人都察觉到不对劲了 气氛也变得沉闷而怪一起来 唯独苏伊坐在那 根本就没有理会张远兴 只轻轻拉了一下文灵雪的御手 柔声道 灵雪 别愣着了 快坐下吧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